商业里面的问题 所以你跟他加入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受到有启发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要去英国的原因 是因为这种人都在英国 那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西兰卖幼稚男 我是朱峰 这次我又邀请到了Benny 好 你上回说到了 就是你选择英国这个学校 他是 UCL UCL 对 你选的这个建筑学院 它是一个全世界顶尖的这样一个建筑环 所以说你读的是BIM管理 全称因为全称是Digital Innovation in Build Assets Management 数字化创新在物业或设施管理上面的应用 OK 就是大概是这样 所以说你这个专业它会偏向于建筑后期 就是整个建筑的房子 我们的理解就是这个房子已经盖完了 是的 然后我们要进行把它一个后期的维护 不让它继续这么活下去 对 后期的管理 后期的维护 在这个 而且数字化会对它来说如何去提升它的效率 如何优化这种事情 为什么我要读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做建筑行业大部分人都会知道 你前期的设计跟你前期的施工总体的费用只会占你整个建筑生命周期里面的20%左右 20到30 那么剩下70%到80%的费用包括你的物业管理这种更换材料还有人力的费用是占70%到8成的 那么这里面的费用是那么大那你要去管理这么大的费用 如何去管理 那就要去学习 如何去管理 对 为什么英国好 那是因为英国从政府的层面就是要求你要去做这种东西 政府mandate强制要求政府的向上就是需要做 新西兰还没有到这个层次 新西兰可能是连一个行业上的标准只是可能几年前才开始有 政府还不是硬性规定一定要去做的 政府还没有强推这个事情 政府应该也不会强推 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让行业去把这个事情弄好就好了 他们因为法规上面 对 不会这么完善不会这么多快的像英联邦英国这么多这种事情 美国也是强制澳洲有部分州是已经开始去做 但是新西兰还是没有开始 政府有意识吧 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强制的要求 所以那我们对我们公司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学习了这种东西 回来去准备去做这种有要求的项目有数字化要求 在新西兰已经早都开始做设计的数字化跟施工的数字化 那可能做最好是设计的数字化因为最容易 那施工的数字化我们我现在正在做公司事情就是做这方面的东西 那后期的数字化可能还没有太多做成功的案例 那我在英国也知道这个不容易做 但是我能带回来一点点经验 那补充回这个 补充新西兰的这个缺吧 我觉得是十分值得的 如果能把从一开始的设计一直到最后的运气 都把它数字化结合在一起 这样会节省很多的经费 对同时你的效率会提高 我说的节省经费是整个生命周期的经费节省 但是前期的费用可能会多一点 对是这样子 那么你现在是在施工坊 对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直接带来给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学了这个一个后期的管理 对因为我其实套入这个样的角色进去 去在我施工的时候 甚至是我们做设计加施工一个模块的时候 我们去加入这东西 多考虑这方面如何进行维护 我们做施工坊 我们想这个东西像设计容易建 那我再加上如果我们建的东西容易维护 我要加上这个的一点点mindset进去 我会提升客人的 也帮助客人去更好的维护这个建筑 这个东西你要加进去 因为你不知道就会没有对不对 那我不是说我学半年 我就懂得如何去管理这个项目 我更多是我知道这个思路怎么去走 那我要去请教新西兰当地的建筑维护的公司 就是去教我们如何去维护这个建筑 那我们能不能是说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建的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去维护 你要把它整个进来 对那他们来说 但是他们维护进来的时候 是他们也容易维护 那总体的成本降低了 客人也是开心的 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去做 因为客人是不知道的 很多客人是不懂的 可能是 可能客人是我炒股票赚很多钱 或者说金融方面很厉害赚了很多钱 我要建一个自己的office 那我在建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太太知道 我们就把这个钱给这个施工方去建就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在20年之后 他觉得 怎么会花这么多钱要去维护这东西 那是因为当初你请人建的时候 没有想一个东西 那我们这个东西是 就像可能五六年前的时候 我们设计方还没有用数字化 我们在慢慢教育设计方要用数字化 到现在施工数字化 到后期数字化 可能就是客人的一个理解的过程 他们需要学习这样的东西 当然不是每个客人都需要 比如说开发商就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开发商建了房子就卖了 卖了就不是他的 那如果是说 我有很多一个 这办公室在市中心 有20这种办公室 那都是属于我个人的 那我可能建筑的时候 我需要知道他为需要多少钱 那我要把我计算算在里面 更常劣的考虑在 是的 我要把我整个生命周期的 怎么费用刷在里面 我才会比较好的 合理的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二三年 是二三十年的时候的事情 甚至是五六十年的东西 所以这个方面费用是很大的 所以说你在英国 学校的学习是一方面的 实际上你去参观的 你提到的 你参观的这些 是一会大楼啊 或者是什么 他这些公共建筑 职业方面有什么启发吗 或者是 其实在除了读书以外 我们把读书放开 那英国是给你很多机会去看这种建筑 同时也会有很多 你叫conference 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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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研讨会 进行交流 特别特别多 我去特别数字化的东西 那我去英国九月份到十二月份中间 我参加了三到四个大型的 就是整个英国都会去的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 比我去看建筑要学习的多 因为这是行业里面的人去讲他们的观点 讲他们对这个东西理解 讲他们如何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得更好 那么我们数字化英国已经做到一定程度了 那他们下一个阶段更多是说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如何减排 如何降低这东西 绿色建筑 减少浪费 这个都跟数字化有关系 但是他们的观点已经进入到这阶段 而不仅是说我们降低成本去提高效率 同时也要关注排放的东西 因为这是政府要求的东西 政府在做项目的时候会有个指标给你 新西兰有green building 但是这只是一个排平分系 所以你的经历还蛮有趣的 就是在国内读了本科 在新西兰又读了相当于是diploma 对 然后在英国又读了硕士 那么你觉得就是同样是在国外学习的话 在你在新西兰的学习和你在英国的学习 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或者就是什么 新西兰其实我读的不是大学的那些东西 那时候更多是为了学习技术找份工作 更多是专业类比较强的东西 那英国读书这段时间的话更多是研究型东西 所以他在授课阶段会请好多比较著名的人过来跟你讲解 比如说我们有我做这行是建筑 然后我们现在做比较建筑科技里面 叫做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这是我的平时日常工作之一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很多牛人大咖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 对 那我那时候的领证员课的老师是professor 然后他在英国的Civil Institute里面是做Chairman的 Ex-Chairman 所以相当于行业里面的老大 其实是 然后他退二线之后 他就来我们学校当中在学校 那他请了 那些人都是你只有在书上面 才看到他的名字那种 好的 书上面的名字 书上面的名字 就是平时都不会见到真人 然后就真的是过来跟你讲 然后你会问很多问题 然后我觉得我学习到那门课是相当于把我的老师20年的人脉经历 全部集中在一门课里面去学习 而且这东西你直接跟他建立关系的话 你有什么问题他很乐意跟你去说 因为他们已经到很高的位置了 他们看到很多问题都是行业里面的问题 所以你跟他交流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受到有启发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要去英国的原因 是因为这种人都在英国 那我不可能直接认识他 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学校的老师找这种connection去见他 所以我很庆幸那时候能去到所比较好的学校去读这个专业 然后的话另外是在英国的大学里面 可能我是好久没有回去大学生活和学习的玩意 Full Time这样子 因为我是我在英国相当于是全职读书 但是我还是坚持工作 我新西兰这边的工作没有断了 其实我还是有项目在接 那在英国的时候是白天读书 晚上正好是这边的白天 所以正好是时差 这么辛苦呢 其实也不辛苦 其实我的工作是part time而已 我不是全职工作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的差不多了 Benny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会尽量来解答 好吗 那就谢谢你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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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